训孙子一样 只想要个近视眼睛 飘干不起呢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过你把度数发给我 眼睛店测个度数有关系 不要钱 没关系50块钱 只要测个度数 度数测完之后 就可以配片干嘛的 因为没度数 一次就搞定 没度数配不了啊 不过他有时间把度数测一下 等下滑入了 哎呦我牙痛了我跳 降温了这样啊 降温很冷 不过来老大 现在常常也降温了 注意那个保暖 兄弟们注意保暖 以前在苏州的时候 我最喜欢在这种沟沟里面钓鱼 小鸡下面就是这种沟 沟里面就钓鱼 星期六星期一天没事就来钓鱼 哎呦我看 有很多钱 那个金鸡鱼 是的 他不敢吃啊 那个什么全是那个 长的那个虫子 老老张 老张一网打下去 我操好大一条鲤鱼 我操 有一次我们开车是去哪里钓鱼啊 我操 五十一百块钱一个人 结果四个人跟康威一起啊 跟四个人一条鱼没钓到 我操 四个人花了四百块一条 开车开那么远一条鱼没钓到 我操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是有人围了 咱们讲的 不然还围的有网吗 有可能啊 这个地方靠海边 我们现在去海边看一看熟悉的环境 到时候有时候下班了可以直播一下 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全种钓鱼钓的不愿钓了 我操一下不了 哈哈哈哈 这个地方你海边也没多远 只有三十几公里 就是藏你你那个海边 今天来我们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 明天明天抛道还是上班 他也那么夸张 心情不好直接安爬你啊 不可能 现在公司员工吊了水 你还还喊了爬什么 缺总不在规划他在那个在他家 不可能 最多最多就是太气了 说你两句 那西不可能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你那是那么的那个什么市场营销 你才多大年纪啊 以前的事你知道吗 一天到晚的 你老是听那些人说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以为是做某销啊 卧槽 他你想那个什么 以前的下面说 你爸说中两句他不干了 卧槽 现在的 特别是现在的 现在的人 他又不缺工作 他在哪里拿不到这个几千块钱一个月啊 他要鼓励他 都鼓励他 他给你干 他干得了 他你对他好一点 他能干他就干 他干不了 他就不干了 卧槽 他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光 你那你那你那你上班是做什么的 我我我建议小赛哥 你得阳光积极一点 真的 不要太能感受 我都感觉你会你有 你会得郁郁卷这样 你把什么的事都想的那么不美好干嘛 这个社会还是美好的 直接劝退 直接劝退是你太不听话了 或者是经常出现问题 太不服从管理了 这种可能会劝退 你做事不行就可以劝退 你挺阳光的 但是我每次看你打的弹幕都是一些不好 就是对生活好像已经失去了那种 希望失去的那种信任的感觉 你要相信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做的 所以说现在的小年轻人说中了他就不搞了 因为每天赶产家嘛 压力也都大 哎呀 像我们以前在县门上搬的时候那有这个要出货冲销 那有正常的 有人不愿意冲销 那你不愿意搞那你不搞那怎么办呢 货出不了怎么搞的 那有的时候不得鼓励一下 我说是对啊 你要搅着他他不搞 他他他他他昨天他们还在说说他的那个谁的工资是我加上去的 我我我心里不好说他妈的当初本来是给我加百分之多少个点的我没要 我把我的点全部分给了那个下面的那些 那些那些干嘛的 那些干嘛的 那些干嘛的 那些皮包这么大 那些是阳光抑郁真是 你牛逼 阳光抑郁真是 都没那么好做的 你以为啊 吃你吃人家给饭给你吃 你你你还你你你你还天天他妈的拿着别人拉起来吊两句骂两句啊 那还那还怎么可能啊 看怎么说这个东西 其实搞管理也是没学问 像我们可能这个是吧 管理太累了心累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更不好管 现在的年轻人他管理上去 要因人而已嘛 就每个人可能你的管理方法回来了呀 我晚两天 管理方法可能不适用所有的感谢谢谢 白鼻 加班严重的时候上14 这个东西加班他是有偿加班 要不是让你无偿加班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操这里就是这种老头太麻烦了 你这反应满满满满满开了 我都没看到我 你开车啊我没开车我肯定看到 爱你爱你么么哒 那个个都那么自由的就干嘛 那工厂不用做了 因为工厂经常有的时候急出货干嘛的 公司有东西 没什么日子 谁要出货还是赚钱 赚钱是给你发工资 对啊 市场花卉 我不愿意去公司上班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脾气太降了 对吧 我不会去跟那些领导什么说好话或者干嘛 我认为我要做的东西 你交给你把你只要告诉我这个东西 你需要怎么样的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别给我逼逼赖赖的 所有东西我自己来安排 这个地方是个原意公司 刚才是个原意的 所以我一般我跟领导搞不来 像那些经理干嘛的一般搞不来 原话也做了 对我不我又不是原话的人 我以前经常跟经理吵架的 我都不行你来 看谁搞得好看谁的货能出得了 他妈的我就经常是这样干的 所以我在公司混的并不好 但是我下面的员工都很喜欢我 卧槽 我都想喝醋 看小哥怎么都放地桶 放点地桶 长得个放地桶的地方 这里不知道能不能搞 你怕什么又不让你干 那你也得为下面人来解决 解决这些麻烦解决这些问题 本来一步可以到位的东西 你非要那么搞的那么死板 要他妈的搞几步才去到位 是不是 你作为一个生产的 你只要执行这个安全 SOP作业就可以了 然后产品出来产品质量过关就行了 打得了标就行的话 你不能把现场 你他妈把他们去 要让你的现场 成为你的这个 尽量度 你还轻松 你那么你要不然的话 你下面是现场不服你 或者前天要跟你对着看 你怎么那都要走了 你让他要要给他们磨服你 会甩锅 我从不甩锅 我那个时候我差点被开除了 就是因为我下面有个人去复印了图纸 那么不管你然后然后那个经理 然后那个经理 他妈的大发雷天 老外都知道了来找我 我说我干的 把我奖金扣了 你甩锅给现场 你如果本来就是现场的问题 那也差不多 你也不能甩 你也不能甩锅 别人有担当 因为你是新负责人 那肯定你就是就是你的问题 那时候是是哪 你就是你有担当你的县长 你还还认为在跟着你才华 才那个觉得 好像那个时候你在工程部哈 那个时候好像你到工程部去了 那时候搞的他妈全公司都知道 卧槽 我就说是我复印的 把我奖金扣的一毛都没有 卧槽 谁能载周也能富周啊 对 下面人都不喜欢你 你怎么干的下去 嗯 就因为那时差点把我开除了 他骂了个八字 哈哈哈哈 但是公司是缺人 缺这缺这缺这种人 不缺这种人 早就把我开了 我操 本来我就很屌 我操 看不惯我的人太多了 我操 剩你这张级你就 哇 你还不能这样说 这二条蛋呢 你以为你是什么一方猪虎啊 你这本来也是个小卡拉屁啊 拿着鸡毛当另一件咯 你以为 哇 你女神说也别我门大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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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正常 这个确实正常 那有的时候员工确实 员工放了错 我先把他搅一点啊 再努力他 这很正常的 他犯了错误你肯定批评他 你不可能犯了错误你 你也不说他也也还好好的跟他干嘛的 哇 那么谁都可以犯错误 他还没有回到 打你你的耳光嘛 他给你个走是嘛 给你个头嘛 不很正常的是啊 不很正常 这是很正常的 威逼利用 给他的员工画笔吧 是不是 福尼他给他画笔 告诉他这个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年底 实际上这个 这个加工资的时候 你跟他说争取了 哎呀我这个给你争取了 要加八百块钱怎么怎么 那老大实在是不疲 那实际上你跟老大说 我们说的那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这个画笔不都是这么画的吧 说你这次我跟他工资 要给你加到六千 我跟他那个经理的那 本来可能 可能这个经理的那 说了好久 怎么怎么样的 才给你争取的 实际上可能就是你一句话 就解决了问题 但你故意要说难一点 这不都是这样 话笔不都是这样 什么要给他升职 加薪啊 这个月的奖金 要怎么样的 给你评什么A 评S 评优秀啊 一般上面放下来的奖金 比如说是一千块 我最多给他说个五六百 其他的我再额外给你申请 你要额外要做出什么成绩来 他妈的其实本来就是一千块 都是这样的 这没办法 这该说的还是得说 我跟这个话说的 这话也没毛病呢 那啥毛病呢 也不可能训什么人 都说都是挣钱 都是为了工作 训一定要训 为什么不训呢 做不好就要训还打 打我 都是为了工作 他训机器 他又不管人 他现在是做的是另外一种 他不用管人 我被别人去 主要是这种工作踏实一点 是吧 发财是发不了的 饿不死 每天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就行 别人也不会骂你 也不会说你 也不会把你搞得像孙子一样 是这么计划 就是说到这里来过斗学习 有没有机会出国 如果有机会出国了 去国外还能不能把打电视频做一做 就是这种想法很简单 没那么复杂 但是你有份稳定的收入就好一点 如果你去国外的话 有份稳定的收入就好一点